凌晨两点多一名男子鬼鬼祟祟走进社区 他四处张望还用余山挡住脸部特征 行机非常可疑 利用深夜闯入社区一带救世一个小时 再次出现时手上多了一个黑色包包 里面全部都是刚刚偷来的名表首饰 警方徐县追气发现他人就在基隆 立刻组成专案小组收网抓人 并在嫌犯身上搜出其他张证物 精品首饰和百万名表全部都被洗劫一空 夸张的是黄信嫌犯侵入社区行窃 成功得手后还实谁滋味再次犯案 57岁的黄信嫌犯在10月30号就曾潜入 其中一间民宅偷走旧版货币和饰品 接着11月25号又故技重施 偷走另一名被害人 总价超过500万的珠宝钻戒 还有百搭斐力手表 11月30号三度行窃 偷走价值90万的各式精品 从为现场可以看到 其实这处社区大门有两名保全过滤访客 一般人需要换站才放行 只是嫌犯疑似搭计程车砖漏洞 闯入社区后再爬上哲宇棚 进入屋内行窃 黄信嫌犯得手后随即便装逃逸 一路往北移动 同时设下断点 幸好警方锁定落脚处 最后在基隆街头抓人 检察官才定交保金额 却只是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百分之一 呈现强烈反差 也难怪朝气的住户咽不下这口气 进行华工养卖王仲军才报道